我是Enter,欢迎收看Enterbox KP-Link在官网上面放了Wi-Fi 6E的产品好一阵子了 直到去年法规通过,然后年底产品才陆续上市开卖 其中Denco X175 Pro是一个定位在中高级的产品 那么究竟Wi-Fi 6E 6GHz有什么优势呢? 首先看到规格,X175 Pro它是属于AXE 5400的等级 2.4GHz是574Mbps,5GHz是2402Mbps 6GHz也是2402Mbps 官网提到处理器采用了高通双核心1.0GHz 但是它没有提到RAM和ROM的容量 这次我也找不到任何可以拆解这台机器的方法 所以我无法亲自确认 不过我听说是512Mbps的RAM跟128Mbps的ROM 面许的部分也有支援到完整的802.11KVR 对于漫游切换的整体体额会比较好 整体的规格不俗 其中最亮眼的还是Wi-Fi 6E 6GHz 虽然规格上来说频宽是跟5GHz一样 但是现在有这个规格的装置还比较少 如果你的手机电脑有支援6GHz频段的话 等于是自己独享这个频段 可能以下的比喻有点瑕疵不那么贴切 但我觉得还是蛮微妙的 就有点像高铁的商务舱 搭乘的速度跟高铁的经济舱是完全一样的 传输的时间也相同 但是商务舱过程整个过程就是比较舒服 车厢中的人比较少 就像6GHz干扰就比较少 不管怎么说 6GHz和5GHz的速度 爽感或是月台的清洁程度 都还是海放便当局的2.4GHz 和大家玩个游戏 这张图片你有看到什么端倪吗 我首先观察到的是萤幕底座的特征 可能是LG 34寸的萤幕 而画面中的MacOS的Dock icon都是相反的 看起来是有做左右镜像 此外它这边配的键盘应该是Apple的A1644 而且看起来是EU Layout的 键盘一样也有做左右镜像 嗯...好了 不过我们还是回到这张图的重点 它就是要强调 X175 Pro有2.5Gbps的网络 实际上三台都各有一个 三台任一台也都可以当主机 也可以当子机 额外还有两个GIGA LAN 三个RJ45都可以自动转为做LAN或者是WAN 我在Windows的桌机上面安装了TX1751这张网卡 这是一张WiFi 6E三频段的网卡 支援了AXE5400的规格 可以完全对应到这套X175 Pro 这张网卡使用的是Intel的方案 并且采用了PCIe 1001的接头 而手机部分则是使用iPhone 15 Pro 在iPhone上如果你想要开启WiFi 6E的话 不论你需要是iPhone 15 Pro或者是iPhone 15 Pro Max 也就是iPhone 15 Pro的Series 作业系统也需要更新到最新的版本 我目前是iOS的17.2.1 但我发现仅仅是这样 我还是以5GHz连线 无法用WiFi 6E 具体像是我根本就看不到X175 Pro 6GHz的SSID 后来我才理解到 如果我想要在iPhone上使用WiFi 6E 还需要关闭定位这个功能 关闭后我就可以顺利的看到WiFi 6E的SSID了 首先我想确认X175 Pro单台的连线能力 分别测试了2.4G 5G和6G 可以看到即便我将网路线接在了最快的2.5G的LAN 无线网路大概只有600MB出头 会是大家实际在使用的时候能感受到的速度 但是我还是想了解它的频宽实际上可以到多少 那这时如果我进一步将Parallel设定到5的话 速度的发挥就可以到更好 在5GHz和6GHz甚至几乎都是反倍的提升 那从前面的两项测试我们已经基本了解它的性能了 那我们也来看看手机连接到X175 Pro之后 在不同距离范围的表现 那看来iPhone 15 Pro连接2.4GHz的效能发挥是比较普通的 不过即便到楼上还是收得到讯号 这边我们也着重先看5GHz 相较于过往测试过的几种 大概都落在800到1000左右 没想到这次很多测试都直接超过了1000MB的大观 而且即便是一墙之隔也还有在1000MB以上 恐怖的是即便是隔了两道墙 那它还有870MB的表现 这个真的超厉害的 那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个表现很棒呢 虽然不能直接拿成绩来对比 但是作为一个参考 我们之前是用iPhone 11 Pro以5GHz连接到AX95 隔两道墙是475MB而已 像X95它已经是消费起很高阶的几种了 所以它还可以比它更快 真的是蛮厉害的 X175 Pro它6GHz的表现也相当好 理论上来说 频率越高 那穿墙能力就会变弱 所以有些人会担心 6GHz的穿墙能力是不是比较弱 那讯号覆盖会不会更短 实际看起来6GHz和5GHz的速率差异不大 甚至6GHz的速度表现还稍好一点 可能也是受惠于现在环境中 几乎没有其他6GHz的干扰 通常我会建议优先以优先的方式搭配子机 所以我们先来看看这样的搭配 首先先以Stream 1的方式的iperf 看看日常的表现情形 所有的项目都有所下降 是可以预期的正常情况 因为以6GHz来说 相较一台主机连线的情况 仍有80%左右的发挥 那若以有限的方式连接 怎能达到接近1000mm的水准了 这样看起来是蛮正常的 也是大家实际在使用的时候 比较能够去感受到的速度 同样的条件下改成Stream 5之后 实际可以达到的速度又更上一层楼了 无线连接的成绩都有明显提升 有线连接则维持在几乎相同的数值 基本上所有的Mesh机种 我都会建议不要用无线的方式 做回传来连接子机 但我明白有些情况 你可能真的就是没有办法拉线 才会去买Mesh 或者是有其他考量 那可能就还是有这个需求 我们也来测测看 基于上面有线连接 都可以到940Mbps的速度的话 我们以此来参考 仅改变两台X175 Pro机器连接的方式 中间它以哪个频道连接 我们也无法调整 实测结果是534Mbps 大约是940Mbps有线方式的60%发挥了 毕竟它有两台子机 我觉得全部都要用上了 两台子机以无线的方式连接到Mesh的主机 Mesh的主机上面的GigaLan 也再加上一台GigaLan连接的电脑 Mesh的主机 则是以2.5G连接到iPerf的server 两台Mesh的子机身上 也有用GigaLan的方式连接到两台电脑 总共三台电脑同时对iPerf的server发起进攻 可以看到 这个主机上的GigaLan发挥是蛮正常的 但是两台子机的速度 加总起来就只有633Mbps而已 那么这边也讲讲我当初第一次设定上手的心得 当网路线和电源系列接好之后 我通常就习惯用电脑连接到X175Pro 然后发现它跳出了iOS和AndroidApp的下载连接 看来它只能用手机连线来做初始设定 在手机上用Deco的App 也很快就可以完成这些设定了 就可以看到Mesh的架构图 我们也可以在App中做一些设定 像是在Connection Preference里面 可以指定装置是连哪一个节点 也可以设定特定的装置 优先以2.4G、5G、6G 还是用Auto的方式自动去选择连哪一个频段 这个我觉得还不错 而我过去很喜欢TP-Link的一个地方 就是它在Archer这个系列 它们的后台管理界面 选单的功能是蛮丰富的 基本的东西该有的都有 而且设计的很好看 还有改设定后的反应速度也很快 最重要我觉得还是界面非常现代化这一点 但是在Deco系列 网页版就只能看到精简的资讯 也无法改任何的设定 全部都只能透过手机的App Deco来操作 而App改设定后的效率 和可以改的选项我觉得都不弱 Archer那么多那么方便 对于Power User来讲我觉得是蛮难受的 可以自己决定的东西就变少了 但我觉得可能对大多数消费者来讲 少一点的设定可能反而是好事的 如果给了一堆选项 很多人可能连这个选项开下去 是什么功能都不知道 如果有机会可以向TP-Link许愿的话 我会希望Deco系列也可以像Archer一样 有网页版有比较完整丰富的管理界面 而在外观上X175 Pro它内置的是隐藏式的天线的设计 配上白色的外观 的确是蛮好看的 而底部跟顶部也有巧妙的利用造型 来做到散热器的开孔 不过我会希望底部有止滑电 这样放置的时候比较不会滑动 那总结来说 X175 Pro目前三件套组的价格是16000左右 除了可以享受到WiFi 6E的6GHz 实际效果也真的是比5GHz还快一点 而讯号范围就如前面提到的 可能是受惠于现在这个技术还是走得比较前面 根本就没有人跟你抢评宽啊 那此外呢 单段X175 Pro 5GHz的讯号也是好的吓人啊 iProv破千的分数 其实这个在过去的场景都已经是跑出新的记录了 但是这次的测试较以往不同 最主要就是手机从iPhone 11 Pro升级到iPhone 15 Pro 那客观上来讲 这样的数据当然是不能互相比较 所以我觉得这个影响是无法排除的 所以我前面并没有特别在实测的数据当中 那么大力的去吹这件事情 但我觉得还是蛮厉害的 话说最近天气都变冷了 电脑的跑分好像有高一点 我最近在测试X175 Pro的时候 也发现几台电脑它的风扇原本是狂飙的 现在都冷静不少了 那大家也注意保暖啦 要请您按赞订阅分享Enterbox 我是Enter 我们下期再会